热问答现在哪些行业是暴利行业 热回答1 现在暴利行业很多 啥叫暴利 就是一本万利 就是投资少 赚钱多 我认为以下几个行业都是暴利行业 1.房地产公司 近几年房价暴涨 北上广深房价高得离谱 房地产公司赚了很多钱 房地产成本低 卖出能赚好多倍 房地产公司是个暴利行业 2.医院 现在大小医院都赚钱 医生护士们都拿高工资和奖金 为什么呢? 因为医院手术费很高 放一个心脏支架就能赚很多钱 一个支架出厂价就几千元 放到病人身上就要几万元 有的人一次放三个支架就用了十几万 医院里输液也很赚钱 感冒在诊所里输三瓶水就是几十元钱 在医院输同样的药 一次需要几百元 其实患感冒 输一次业成本很低 诊所已经赚了钱 3.工程公司 就是包工程修路的公司 以前修一条路几十万就够了 现在修路要价很高 修一条路要几百万上千万 这里面利润很高 赚钱很多 4.搞绿化的承包公司 现在修建一个小公园要价几百万 一棵树都要上万元上千元 承包商搞绿化建公园 每次都是承包商把工程承包下来 找工人干活 一天给工人二三百元 工园修好后赚的钱都是承包商的 这是个暴利行业 5.股玩商 卖股玩很赚钱 股玩没有统一价 商家喊多高都行 一块好玉 净价几百元 可以卖一千元 也可以卖两千元 要是收到古董 那就一本万利了 6.各种课外培训 现在学校附近有很多培训机构 舞蹈培训班 模特培训班 钢琴培训班 书法培训班等 报名培训费 一次四五千元 一个星期培训一次 两个小时就是几百元 一个小孩几百元 培训班里有好多小孩 算算两个小时就能挣几千元 这个行业利润很高 也是暴利行业 热回答2 十大暴利行业TOP1 房地产 十大暴利行业TOP2 眼镜 十大暴利行业TOP3 化妆护理 瘦身减肥等美容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4 应幼儿用品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5 婚纱摄影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6 病葬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OP7 约用品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8 汽车后续效劳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9 医药保健品行业 十大暴利行业TOP10 幼儿教育和成人在职教育行业 热回答3 第一母婴行业 第二宠物行业 第三餐饮行业 第四美容美发行业 第五整容 您的回答是什么 得到你的答案吗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啊